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到 我们能够做什么 对于这个恋童癖 或者怎样防范我们身边的孩子 提供他们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免于这种伤害 那我们就有一个观众他问了 也是刚才同一个观众 他真的很关心 他说请问如果发觉 身边的人有恋童癖 要怎么帮助他们 那他们做了什么事 才能算是犯法的呢 拍小孩的裸照算不算犯法 然后还是只有性侵犯了才算犯罪 那还有小婴儿的裸照 又算不算犯法呢 其实都是吧 其实都是 裸照本人 裸照是犯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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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就讲到 其实他有一个问题是说 发现身边的人有恋童癖 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首先我要想要知道 就是这个观众或者是这个读者 他跟他的关系是怎样的 就是说如果他跟他的关系 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话 对 我们可以比较正面的去跟他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有比较有距离的话 应该要适合适当的一个时机 或者是制造一个时机 让他一起去面对这个事情 而不是马上就是用指责的方式 或者是马上用一种很 就是好像被抓到的感觉 你犯法了 你这样这样 其实那个 其实本身那个念童癖倾向的人 他本身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对这个事情怎么兴奋 怎么就好像他感觉到 我看成人的裸照 我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这种孩子的我觉得有感觉 所以他的内心也是一种害怕 跟一种无助 只是如果我们要站在一个 比较人本的态度 我们应该的是以将心比心的方式 去跟他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 然后把他引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辅导 或者进行一种治疗的方式 而不是一味的一直说排斥 或者是就是一直的指责 其实如果说像这个问问题 问问题的观众 他跟这个他 可能他觉得身边这个人是恋童癖 那他的关系不是很 就是不是很 没有那个基础 那如果他就开始去说了 他就开始采取一些行动 想要帮助他 这样其实会有反弹吗 会有反弹的 因为他会感觉到 他的私密 或者是他的私隐被揭穿了 他会愤怒 他甚至会惊慌 所以在人的一个自我保护之下 他会翻脸 他甚至会一种 就是说你诬赖我 就产生一种那种 对否认那种 所以他因为其实人都需要面子的 需要保护的 所以他会有一种 那种反击的那种反应是很正常 所以说如果他暂时不是这么的 就是关系这么好的话 他可以透过他身边的人 进行一个比较 私底下比较反反的一个 一个警告或者一个善意的提示 比如说我发现到你的哥哥 或者你的谁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倾向 所以你不是去讲给更多人听 对所以必须要确保 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是OK的 而不是那种把他散播 其实散播也是一种伤害 因为他也是会觉得 你其实没有在帮我 你在制造谣言 或者是你想要让我别人 制造更多压力给你 对对对 所以关系永远是那个重点 你要跟谁讲一起处理这个东西 都是以关系为主 OK 我觉得这也回答到了 我们这个朋友的问题 那当然刚才是说到 我们怎么帮身边的朋友 那其实道勇 从你的专业来讲 你会怎么样去 就是你有什么 你对父母有怎么样的忠告 那怎么样就是保障 他们的孩童免遇 这一种就是恋童批范 我必须说的是 一般上我就是比如说 我的朋友的孩子 他们都大概一两岁 或者是三岁以下 很多时候他们带他出去的时候 遇到朋友嘛 我是他朋友嘛 就会跟他说嗨啊 就讲好可爱啊 那种 通常我都会非常建议 父母去保护他的孩子 就是尽量不要让 我们这些陌生人 因为我们对孩子来说 是陌生人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让他 就是马上接触到他 就是要让孩子跟成人 有一定的距离 一定的社会上的那种安全距离 然后慢慢地看这个孩子的反应 如果他可以接受你 你可以靠近点不要直接去捏他的 就是那种嘴巴啦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讲说 父母可以做一些什么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是 可能我怀疑 这个男人一直在靠近 或者说这个人 他一直在靠近 我身边的小朋友 可能是邻居的小孩 因为像哈哥的 他的案件里面 他其实有一个他去过的教会 他的那个牧师有被访问 然后他就透露了 他其实就有留意到 哈哥他每一次去教会的时候 都会带几个不同的小朋友 那他因为他就非常的关心 那他就走去跟哈哥讲 你可不可以让带这些小孩的父母 来见见我 那那个哈哥就是可能被问了两次之后 他就不再来这个教会了 然后过一阵子他又出现 又带不同的 就是有一种不了了之的做法 那如果其实是像这样子的 如果像牧师的这个情形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我还比你觉得 就是他是不是要即刻去报警啊 还是要采取 还是要更积极的去采取什么行动 我其实觉得 那牧师当时可能他能够 当然我觉得这些都是永远 我们都是说事后骨骨 对 所以可是我觉得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几个 可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大人可以做的东西 就包括说 可能跟小孩子谈一谈 看看去确保说 他们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 然后如果我们想要去跟这个 小孩子的父母取得联系的话 与其我们去问哈克 可能说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跟小孩子 去问小孩子 怎么去联系到你们的监护人 怎么去联系到你们的家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 特别说是当你对这个 这个所谓的大人 这个哈克已经起疑的话 那么如果你对他已经起疑 问了一次 他没有去联络 没有去把这小孩子的家长带过来 那么第二次也是这样 那么我觉得说 与其说你在指望说 他第三次会把这个小孩子的 父母带出来现身 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可能需要 从其他的管道 直接跟这个小朋友 或者说是小朋友 有其他的人 大人认识这些小朋友的话 从他们的身上 得到更多的咨询 那么来去查 来去验证 到底我们对这个可疑人士的疑心 是不是正确的 对对对这的确是啦 就可能是因为我们也不要真的好像一下下就怀疑啊 然后就可能有一点太大动作啊 反应过度这样子 可能我们觉得还是走一些比较私底下的 或者是不要太明显 我知道很多时候如果被怀疑的人也不好受 可是如果站在孩子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宁愿就是多怀疑一点 对 对我们宁愿错怪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错怪一个大人 可以修复 但是一个孩子如果他受伤了就很难修复 这的确这的确非常的有道理 我们下期见